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周三凌晨 欧冠联上演重头戏 其中G组的西维尔远赴德国挑战多蒙特 回顾两队一周前的交手 那场比赛西维尔主场不仅1比4惨败给多蒙特 同时卢比迪谷 Julin Lopitigui-Argott赛后就收到下课的通知 随后管理层任命桑宝利接过叫边 换而言之 这只西甲竟旅正处于将士磨合期 阿根廷教头能否率队反弹拿到分阻赛首胜 并沿阻大黄蜂晋级希望 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本赛季德甲已经乱成一锅粥 班霸拜仁接连失分 加上其他球队给力 从而给人一种信号 谁都有机会能够成绩上位 多蒙特同样不例外 上轮对阵拜仁 即便是网季一边倒 且场上局势不占优的情况下 爱电泰西之下的弟子依然没有放弃 而是勉强拼搏 有速法 莫高高和安东尼 蒙蒂斯特的进球 让球队最终拿到关键合局 值得一提的是 德国新星已经连续两个主场破门 而安东尼 蒙蒂斯特赛季两个进球 均是以投锤方式所得 显而易见两人 金杖肩负破门使命 欧贯联方面 大黄蜂的发挥不俗 三轮取得二胜一赴 唯一势力只是一球 赋予强敌曼城 实属非战之罪 而其余两场都取得大胜 三比零 四比一 第四轮关乎球队出现的关键战 只要取胜 且本组另一场戈本哈根落败 他们和曼城即可携手提前晋级 在联赛形势激烈之时 爱电泰西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肯定会严阵以待 此外据统计 多蒙特戒二场欧贯联 对阵西班牙的胜利 对手均为西维尔 上一次是去年二月做客 三比二取胜 全队心理上占优 综上所述 多蒙特金杖主场出击 必定会全力争胜 阵容方面 中场马高 雷斯因病 以及中场战美吉坦斯 因伤休战 要问西甲经济迄今 最令人失望的球队 八轮仅六分在手的西维尔 绝对守当其冲 要知道 过去几个赛季 一直在联赛中扮演着 争贯角局者的他们 居然在开季初期 沦落到维护吉尔战 一支球队 战绩出现下滑管理层 自然会找人背黑锅 所以在上战欧贯联惨败之后 卢比迪谷终于暗淡收场 取而代之的就是桑保利 不可否认 桑保利此次属于二进攻 对于这支球队或多或少会有所了解 但问题在于队员的问题并不是靠一两场就能够解决的 尤其是上轮首秀续航能力不足的弱点再次暴露出来 在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破合 显然桑保利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解决 西维尔目前的攻守问题迫在眉睫 联赛中军场得失球比为1比1 75 而在欧贯联则是更差 三轮过后未尝胜绩 且紧入一球而后防失足8球 与哥本哈根成为本组名副其实的送份童子 根据目前的分组赛形式 西维尔要想逆袭难度很大 金杖只要落败 而曼城也取胜 即亲自送大黄蜂晋级 问题是 这支得甲竞旅攻守兼备 而挤队近期表现理想的奥利华 托里斯无欧贯联参赛资格 攻城拔债的重任只能落在白浦 高美斯 拉法 米亚和卡斯伯 多倍至这些球员身上 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阵容方面 中场费拦度 列谢斯因病和后卫卡莲 列基克因伤确症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